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神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 继续来默想上马尔及上的经文 我们如果稍微有一些人生的经历 就会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会充满了各样的高低起伏 有的时候也会有突如其来的危机领导 不过我们也不用因此而害怕或者恐惧 因为神正是借着有些这样的危机 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 只要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依靠他求问他 那么神可以把危机变为我们的祝福 甚至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更大的改变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撒摩尔记上三十章一到二十节 第三日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西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倾夺南地 攻破西格拉 用火焚烧 辱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 都带着走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 不料城已烧毁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辱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 直哭得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 以色列人亚虚暖和坐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 也被辱去了 大卫甚是焦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大卫却依靠耶和华 他的神心里坚固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 祭司亚比亚他说 请你将以夫德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以夫德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说西 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 大卫却带着四百人往前追赶 有两百人疲乏 不能过比说西 所以留在那里 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 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 两个葡萄饼 他吃了 就精神复原 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 没有喝水 大卫问他说 你是属谁的 你是哪里的人 他回答说 我是埃及的少年人 是亚玛利人的奴仆 因我三日前患病 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 我们侵夺了基里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 并加了地的南方 又用火烧了西格拉 大卫问他说 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 他回答说 你要向我指着神启示 不杀我 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 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 那人领大卫下去 见他们散在地上 吃喝跳舞 因为从菲律士地和犹大地 所辱来的财物甚多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 击杀他们 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 没有一个逃脱的 亚玛利人所辱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 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 凡亚玛利人所辱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 没有失落一个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处前边 说这是大卫的略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是 《纱姆尔记》上 三十章一到二十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到三节的经文 第三日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喜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侵吞南地 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 卤了城内的妇女 和其中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那城 不料城已烧毁 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在前两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大卫跟着非利式人上阵 本来是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 不过神帮助他 把他从这样的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所以他可以不用去上阵打仗 他回到了他原来的驻地 就是喜格拉 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喜格拉既然被亚玛利人给洗劫了 并且更重要的是 里面的人口 妻子儿女 包括大卫手下的 那六百个人的妻子儿女家眷 都被掳去了 那么在当时的时候 把人口掳去 要么就是做奴隶 要么就是可能是为了换取赎金 这样的目的 亚玛利人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 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并且他们非常的邪恶 他们是游牧民族 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就像这次也是 他们知道 以色列人正在和非利式人在打仗 两军正在僵持的时候 所以亚玛利人就悄悄的绕到了非利式人的后方 绕到了以色列人的后方 都把他们的这些城镇给洗劫了 因为军队和男丁都已经出去打仗了 那么他们也没有想到大卫会这么快回来 大卫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看到第四节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 直哭的没有力气 往往我们遇到人生当中突如起来的 这样的灾难或危机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很大的悲伤痛苦 甚至痛哭 然后我们看在第六节里面 大卫的心也甚至焦急 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 读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点疑惑 为什么这些跟随大卫的这些人 想要打死他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跟随大卫的这些人 本身他们并不是什么 受过训练的好的士兵 只是一些逃亡的人 一些甚至一些做贼的 做强盗的 他们无处可走 所以来投奔大卫 这些人本身不是什么好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可能 他们看到大卫 因着大卫的缘故 因为大卫曾经带领他们 攻打亚玛利人 所以他们就觉得 亚玛利人这次是来报仇的 都因为大卫的缘故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恨大卫 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或者他们可能以为 是大卫得罪神 所以遭到这样的报应 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大卫身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其实我们人遇到危机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这样两种反应 第一个就是悲伤 第二个就是愤怒 我们的愤怒往往有的时候 愿意发泄在那些弱小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发泄的这样的对象 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是一些 外在的没有生命的物体 或者是一些比我们软弱的一些人 我们会把这样的愤怒 发泄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 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危机呢 在第六节里面说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 他的神心里坚固 真正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像大卫这样的态度 坚定的倚靠神 大卫没有停留在悲伤当中 没有停留在愤怒里面 没有停留在自责或抱怨当中 而是选择行动 行动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看到危机的时候 就停滞不前 就悲伤 就发怒埋怨 而是我们要选择依靠神 我们要选择做出正确的行动 来解决这样的危机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 请你将乙福德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乙福德拿到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我们看到在一个突如其来的危机的面前 大卫选择坚定的依靠神 这其实和之前看到的扫罗的反应完全不同 扫罗遇到极大的危机的时候 真的走投无路 他甚至去求问鬼 不过呢 大卫在这样的危机面前 他选择依靠神 他来求问神 听众姐妹们 我们在面临人生很大的 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选择安静的来神面前祷告 我们可以选择进食 我们可以选择慢下来 有的时候环境可能急迫到一个程度 好像逼着我们要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和决定 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时刻 我们也能够出出一点时间来求问神 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那么神对大卫回应说 你可以追也必追得上 那么大卫就带着跟随的六百个人 去追赶亚玛利人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成功的几率很低的事情 因为第一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 所以他们的居住地是不定的 你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 所以你如果方向错的话 你完全都找不到他们 第二个就说 你即使追上了 你大卫的六百个人 就能打得赢所有的亚玛利人吗 不过我们看到在后来 发生了两件事情 帮助大卫能够得胜 第一个是 他们无意当中遇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埃及奴隶 那么这个埃及奴隶被亚玛利人遗弃 大卫就让他帮着他们 找到了亚玛利人的这个居住的地方 第二个呢 是亚玛利人 他们大卫找到亚玛利人的时候 他们正在吃喝跳舞 意思是说 他们完全的放下了一切的防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扫罗的军队也好 还有菲利斯人军队也好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回来 他们还在前线打仗呢 没有想到大卫被遣散了 没有想到大卫的军队被赶回来了 所以这些亚玛利人没有做任何的防备 我们看到这两个事情的时候 觉得 哎呀 这好像都是一个巧合 但是 这真的是巧合吗 其实不是 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神不仅仅 神让大卫和他的军队 从正上下来 一方面呢 帮助大卫 脱离了那种两难的境地 另一方面呢 神知道亚玛利人已经洗劫了这个喜格拉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现在困难和危险当中 所以呢 神把大卫和带领他的人呢 带回来 那么夺回了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这些人口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真的非常的奇妙 曾保守他自己拣选的百姓 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即使 神拣选的人即使有失误 有失败和软弱的时候 但是神的恩典 应许仍然在他们的身上 仍然保守他们到底 听众姐妹们 我们看到最后啊 大卫得到的这个掠物更多 比他之前在洗格拉所拥有的东西更多 得到了更多的战利品 听众姐妹们 神可以把危机变成我们的祝福 你相信吗 神真的可以把你今天的危机也变成一个祝福 只要你像大卫那样坚定的倚靠神 那么神可以把你今天的危机变成对你更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爸父感谢你 主啊真的谢谢你 看到你的作为真的是奇妙 你对大卫的这样的带领 你记得危机能够赐给他更大的祝福和恩典 神啊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 我也肯求你来引导我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主啊也借着这一切来祝福我 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